马上就是520了 以为喜欢的那个他准备了什么呢 敢不敢在此写下你暗恋人的名字 你们知道吗 大熊内心最爱的人竟然不是静香 而是他的初恋的 看出来竟是如此多情的男人 这天熊母又开始了他的碎碎念 看这房间乱的 我以为熊总一直恨猪睡一屋呢 蓝胖子可是呼呼手势 这不整完晚上都不让吃饭 大熊突然掏出个物件 那家伙 纸包直裹地 蓝胖子瞅他发呆 过来就是一顿骂 熊总捧个小红鞋 想起了之前的伤心往事 那时候他哪还活着呢 自己有个儿时的玩伴叫小农 一头绿色的卷发好像混血一样 长得漂亮不说还贼温柔 两人经常一块玩过家家 小时候那是相当好了 你当爹地我当妈咪 李远一看这俩还真相一对的 不光人美生甜性格还好 这长大只定是女人级别的 不仅把自己的香蕉给了寻走 还在他可跟的时候站身边安慰 可比静香的小白莲花强多了 能甩他二弟一出去 可就在大熊出去之后 一切都变了 刚出大门就碰见胖虎和小夫 这俩家伙打小就坏 长大生孩子只定他没屁眼 笑话大熊总是跟小姑娘玩 还说他对小农有想法 大熊失口否认 但是小红脸蛋已经出卖了他 只能卑鄙无奈说出自己个人的 但是他俩哪能善罢甘休啊 死骨男人多情恨 熊的嘴上说着喜欢静香 安弟弟却偷藏初恋的小皮鞋 面对胖虎 两人的条头啊 大熊不得已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走进院子就心不在焉 小红跟他说话没听见似的 满脸的丑容啊 死的跑我和小夫 还在那爬行都使坏 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 碰没碰见过这样的 大熊就这样听见了小人的话 把二人进行准备的东西呼噜一句 小红也是很懵逼啊 就知道自己挨欺负了 就能嗷嗷哭啊 这还没完 那两个玩意啊 还让大熊拿走小皮鞋 即使内心再不愿意再不忍心呢 但是为了可笑的自尊 拿起来一跺脚就撩了 这留心爱的女孩 一人在那伤心流泪 这就是难淫啊 找对象可以擦两眼睛 就这样 熊走跟他俩鬼混一天 那晚上都不敢进家门 生怕熊母因为这事批他 在门口犹豫再三 也不知道是进是退 到后来还是他哪给领进去的 而小能也没有向熊母告状 回家看到晚餐更戳心窝的了 之后的每一天 小能都没有出现 直到一星期以后 那天的大雨下的呀 和一平朝他爹要前那天一样 回到家就听说 小能一家已经搬走了 此时大雄鬼不当初 不仅最后一面没见着 林里尔还给人欺负了 从此这也成了他一块心境 看着他这碎样 蓝胖给他出了个主意 斗鸿男人最难忘的 就是他的初恋男 大雄也是这众多男人中的 其中一个 穿越到过去 只为看了一眼 从今的初恋 让他回到过去 弥补当初的遗憾 二人坐着时光机回到了从前 此时的小能正坐在行李箱上面 等着熊总来和他告别 原来小能曾没有怪过他 而此时大雄更二五的似的 从今无计介绍自己 北回蓝胖的进屋 拽出大雄 要不非得给人吓坏 太鲁莽了 要不说还得哥们们 啥都给你想的 贼走道 掏出时光部 往头上那么一猛 就这么搞定 变小后立马去找小能 二人见面 竟有一种一眼万年的干脚 可怜的这就是青梅中骂 那么相爱 却彼此分离 该饶你俩没缘分呢 大雄终于把迟到的道歉 补上了 还把鞋还给了他 弥补了多年的遗憾 还天心地为他准备了路上吃的 看着眼前的人啊 大雄是万分不舍 女孩还是依如既往的温柔 见他难过 便向前安慰 还把自己的玩具 全送给了大雄 而小能也穿上了 送回来的小皮鞋走了 即使再舍不得 也到离别的时候 大雄刚回来 雄母就上来查岗 一进入看到满地狼急 闭点没变不说 还又多了一对口蓝 气得嗷嗷骂 大雄一下不乐意了 这可是自己最珍贵的回忆 鸡头白脸的将呢 你们有什么最遗憾的事 没有去的吗 可以PR区走一波 金莲送客